是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呢 在忠孝西路这边呢 那么早上一直都在进行 进空的一个状态 因为呢还是有部分的 反核人士呢拒绝离开 那么眼看呢现在一分一秒 马上呢就来到了即将 这个通勤的时刻了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警方还是采取一些 抬离的进行的动作 那么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民众呢聚集在 爱国西路中山路口这边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主播 刘寒珠为大家报道目前的最新状况 好主播各位观众时间来到6点49分 反核民众呢持续在抗争哦 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场呢是看到 警方呢已经将抗议民众 从中校西路口呢是驱离 来到了中山南路 我们看到呢今天早上大概从6点开始 警方的人力呢大约是800人哦 那么已经抵达了中山南路 跟中校西路口 现场进座抗议的民众现在剩下 大约是500名不到的民众 已经呢慢慢呢都是被警方一个接一个的 包括拉人跟抬人的方式驱离哦 那么透过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在这个中校西路 以及中山南路口这么重要的干道呢 警方现在是正正已经让中校东西路的双向 目标是让他恢复通车 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往中山北路的方向呢 现在也在持续的在进行清空清空当中哦 我们看到呢包括了像是公车 还有呢这个计程车小客车呢 都已经是可以开始慢慢通行的状态了 而目前呢大批的反核民众呢 则是呢都被警方驱离到中山南路上 所以目前呢在监察院中山南路这一带呢 还是有大批的警民在这边对质 不过除此之外呢 中校东西路的中校东路以及中校西路 这个双向通车呢 我们看到呢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车道 是已经可以通行了 那么包括中校西路的地下道也是可以通行的 而中校西往中校东也就在现在开始呢 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车 我们看到呢许多公车呢都已经可以正常的行驶哦 因为呢今天早上的目标 就是要让这个台北车站的附近的交通恢复通畅 因为这边呢可以说是台湾非常台北非常重要的干道哦 如果呢今天早上上班上课 这边呢持续交通打劫瘫痪的话 估计会有上百万名的通勤族 包括了上班或是上课的民众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现在时间呢再过不到十分钟就会来到七点钟了 警方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这个中校东西路的双向能够恢复通车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哦中山北市已经通了 而中校西往中校东的方向也已经通车 而目前呢还有上百名民众呢 则是都是被警方呢驱离到了这个中山南路的这个部分的路段 那么其实呢从今天早上从昨天晚上三点多开始 一直警方呢是不断的是以这个洒水车来驱离 喷水来向民众驱离 一直到今天早上呢都还发生了好几波的这个警民冲突 包括推起拉扯 而我们看到呢包括了霹雳小组镇报警察 大批的大约800名警力呢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目前警方的人数是占了优势 而就在早上六点半钟的时候 中正一分局长方仰宁也来到现场坐镇指挥哦 就去指挥警方以一个接一个这样子拉民众的方式 把民众给抬离现场 那么除此之外呢警方也出动了这个警棍和警盾哦 以荣幸慢慢的稍微手段慢慢转去强硬的方式 把民众一个一个呢是从这个路口这方面给清空 目标就是要在今天呢上班上课日回到 让这个交通恢复通畅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美妹 好谢谢韩竹的连线报导 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周下东西路呢 那么已经呢呈现一个进通的状态了 当然呢还是要提醒用路人哦 如果说您今天呢要赶着去上班上课的话 要经过这些地方 最好是绕道而行或者是提早出门了